班超啊 他们一家都被牛 他哥哥班固是史学家写汉书的 他妹妹班超是皇上的嫔妃嘛 后来写那个女四叔啊什么的 女泽啊 很了不起 他爸爸班彪也是史学家 他呢一开始是给这个官府 超超写写 刀比例 大丈夫见功利益应该在僵场上 怎么能整天跟笔打交道呢 一整笔从居住 头笔从容 带着36个人通西域 第一站到了善善国 哇国王对的特别好 大汉来史 五星机兵馆 美女服务员 过了几天 五星机兵馆改招待所了 美女改老妈子了 所以班超一琢磨 这是匈奴来人了 所以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咱把匈奴人该怎么样 干掉 36人杀了300多匈奴人 夜里趁人不注意 放火 然后射箭 善善王吓坏 我天这哥们真厉害 一当时我不听的话把我杀了 于是班超是用西域各国的军队 巩固西域的统治 对吧 他们说我用善善的军队一国一国打下去 各国都服了 所以汉朝花了很小代价 统治西域 所以班超做西域都户 三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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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次上表起骸骨 班超死的时候就七十多了 我希望我有生之年能看到玉门关 我想升入玉门关 皇上也几次批准 西域各国人民挽留 于田国军队总司令 为了拦他的码头 拔刀自杀了 死他跟前了 所以班超一看 这家出人命了 没法走了 所以他待了三十多年 后来实在是 我为国禁中国这么多年 我得禁孝 我得死在家乡 埋回祖坟 然后皇上把他招回来 他儿子接着跟那干 他儿子班友 接着跟那干 父子两代 做西域都户五十多年 五十多年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等于对于开发西域地区 对于经营西域地区 对于祖国的这种 领土的完整 他做出相当相当大的贡献 所以东汉是两个名将 一个是他 一个是马园 福波将军马园 马园是统治越南 统治越南 今天的越南 所以他这两个名将 本于是为中国的领土的完整 做出相当大的贡献 越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 五代十国的时候独立的 五代十国都是独立的 是吧 明朝一度又被 并入中国版图 安南不正私又并入中国版图 后来三十多年又独立了 是吧 又独立了 所以他这个 这两个人后来就成为 中国的这个 就是最早的那种民族英雄的代表 是吧 所以唐朝人写是福波将军 就是马葛果师 就是他提出来的 是吧 福波为怨 果师还 定远何须 升入关 这个 班超就是定软猴吗 蔡厄大家知道吧 蔡厄不是年纪轻轻就病死了吗 然后这个 孙中山先生给蔡厄写的晚联 就是 平生慷慨班督户 万里监官马福波 就用这两个人来比喻他 平生慷慨班督户 万里监官马福波 就用这个 班超和马源那两人名将 来比喻这个蔡厄 好啊